可是因為這個table裡面的數量太多了 有26個 那我們算是剛好第18個 18-1剛好第17 17編號在第17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除了說你可以用什麼 抓那個我們之前有講過那個by 它的id之外 可是問題喔 它沒有id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用id的話 也不要用什麼 用那個takeName的話 其實後面是有一個叫class 所以喔 class後面有沒有 冒號等於雙以號 也就是它有個className 所以喔 其實這順便教各位另外一招 很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什麼呢 getElements 剛剛是bytakeName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改成by className 剛剛是takeName 現在改成className的話 是吧 那其實又是另外一種抓的方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className有的時候比較少 有的時候可能只有一個 可能像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只有四個五個啦 一定是比較少 那怎麼知道它有幾個className 我的做法一樣喔 第一步的話 就是先把它後面的className點兩下 有沒有 那把它怎麼樣 把它複製貼到 Ctrl-C有沒有 一樣嘛 Ctrl-F Ctrl-C就是複製 Ctrl-F就是尋找 所以這些都很重要的招啦 你想說老師 這些招書上有講嘛 我跟你講 書上絕對不會講 而且這個有時候書上怎麼講 而且有些是個人的秘技啦 OK 每個人的用法不一樣喔 那我是把我覺得 我自己試過之後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可以變成爬蟲高手 對 以後的話 你們在工作上有非常好表現的話 那人家會問說 哇 你為什麼這麼厲害 那你可以告訴他說 因為我是上吳老師的課 OK 這樣 好啦 沒有啦 只是這樣想想而已啦 OK 那一樣的道理 Ctrl-F 尋找這個就跳下來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在Ctrl-V貼上 或者是它好像會自動帶下來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class的名稱總共有幾個 一樣喔 有沒有 總共有五個 那我們要的那個在第幾個 有沒有 所以喔 你可以再尋找一下 Find一下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不是我們要的 往上看一下 這個是第三器嘛 往上 所以第一個是在 喔 這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們要的 就是這個 第一器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 它的數字2啦 不過要減1嘛 因為從0開始 所以呢 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有沒有 除了用剛剛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把這個複字貼過來之後 把它的原來 Tag有沒有 Tag 標籤有沒有 改另外一個名稱叫 by class 有沒有 class name 然後呢 後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它的那個class的名稱喔 就這個名稱 貼到這裡面來 告訴他說我要第幾個 這樣的結果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喔 只是說多一招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抓網頁上面的資料喔 總共就可以有三招 第一招 by tag name 第二招 by ID 我剛剛講的 不過ID不是每個都有啦 沒有怎麼辦 第三招 可以by class name OK 夠用啦 不過就是說如果你什麼都不會 你第一招很重要 Tag name就好了 其實Tag name一招 也可以打遍天下了啦 只是麻煩就是你每次都要再算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第四個 只是麻煩一點 但是可不可以做出來 可以 所以如果你不想記那麼多招的話 你就一招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人家就直拳 一招 每次都一招 OK 那也是可以打 對 那只是說沒有變化 很快就被四處破綻了 OK 所以大概三招 那這三個最大的差別是那個喔 如果by class name 跟by class name 跟tag name的話 這邊一定要加S 為什麼 因為它回來的東西 可能是複數的 也可能是單數的 但是ID的話 一定不會是複數 ID喔 ID就是什麼 就是編號 就像你的身份證字號 絕對不會有重複 所以一定不會有S OK 想說老師 那你怎麼知道這些方法 這些招呢 直接跟各位講 我都會去找一手資料 因為我甚至會把那個 放在第四個單元喔 我好像有列出來在這邊吧 相關參考資料 其實還有更多啦 我只是說幫各位做個整理 W3School 有沒有 這裡面就有了啦 W3School 裡面就有教你怎麼做了 它這個東西呢 就是叫HTML DOM 就是Document Element Element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GetElement Elements 就是這個東西 裡面的話 每一個都它的元素 Upture 裡面的話 有所謂的屬性 Properties 跟它的Mensors 我們剛剛那三個都是Mensors 就是方法 所以我就從裡面找到答案了 如果你還要想要知道更多 裡面一堆啦 但是 這是 還要再自己去刷一下 OK 太多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 錄製聚集 OK 加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可以把剛剛的 ByTagName 改成ByClassName OK 試試看 兩個重點 錄製聚集與修改 跟ByTagName 改成ByClassName